小乍蒙在竖线上向左跳2000个单位会落在红色线段上 小乍蒙原来可能在拿两个数字之间 请用蓝线标出来 请同学先按下画面左下角的暂停键 自己先试着算看看 算完后再按下播放键 看看正确的解答 好 题目问我们小乍蒙原来可能在拿两个数字之间 也就是他要我们求一段范围 我们在前面的练习说过 我要求一段范围 我只需要算出起点和终点就可以 小乍蒙向左边跳了2000个单位之后 会落在红色线段 红色线段的起点是5000 小乍蒙往左跳2000个单位 代表原来的位置在右边 所以我要算出原来的位置 我就要把5000加上2000个单位 也就是7000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小乍蒙往左边跳2000个单位 会落在红色线段的终点 6000这个位置 往左跳2000个单位 代表原来在右边的位置 所以我把6000加上2000 算出来的结果是8000 起点跟终点算出来 7000到8000之间 用蓝色线段标好 各位同学 这一题你算对了吗 这一题你算不错了吗 后来一题你算不错了吗 哪一题我算不错了呢 所有优优独播剧场就是 这一题我算不错了吗 这么多的一题你算不错了吗 这一题我算不错了吗 这一题你算不错了喔 那些小乍蒙往左脱头的 那种不错了吗 尤其混蛋了吗